貼心為動物消暑 美國佛州動物園除了灑水降溫 還特地搬來冰塊 讓棕熊和水榻躺在冰床上發懶 噴泉具也規劃了細水空間 讓遊客玩水降溫 讓他們可以進去冷淡 酷暑籠罩美國加州和亞利桑那州 甚至一路到德州西部 民眾到水上樂園和泳池消暑 氣象局則預估 這波熱浪將持續到下週三 總共110度超過範圍 尤其是菲尼克 現在的總共12天 記錄是18天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繼續 這些極限的晚上的溫度 我們會在明星期下跌破 鳳凰城連日高溫 有機會在下週締造歷史記錄 渴望打破1974年6月 創下連續18天 達到攝氏43度的高溫記錄 氣象專家也指出 高溫天氣將蔓延至內華達州 加州氣溫更上看 涉事45度 加州州長呼籲民眾提早為降溫保命 做好準備 不只氣溫飆升 海洋溫度也跟著上揚 海洋學家擔心海水變暖 恐讓珊瑚礁及海洋生態系更加脆弱 破壞好不容易才達到的保育成果 大海新聞 吳貴正編譯